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故事 姑女被歹徒伤害 富商出手相救 姑女说 你救我会后悔的 蔡思泉是广陵县的一个教夫 每天跟南来北往的人打交道 她的心思也慢慢活络开来 有了做小生意的想法 血苦于自己没有本钱 只好按下心情等待时机 这天 蔡思泉给别人搬运货物时 认识了一个叫黄茂的商人 黄茂是怀远县人 曾经也是下苦人 对能吃苦又机灵的蔡思泉并不轻视 还主动跟她聊天 蔡思泉听闻黄茂经常来往属地做生意 对她又钦佩又羡慕 于是壮着胆子问道 黄掌柜 我想跟着你贩卖货物 但我没有本钱 能否先跟着你跑跑腿 黄茂自己也出生贫困 年轻的时候受过不少苦 她只是运气比较好 有一次搬货时在码头上晕倒 被一个妇人救起 从此把她带在身边悉心教导 还借给她本钱 让她白手起家 她发达之后 始终铭记当年的知欲知恩 不仅把当年的妇人当恩人 还会力所能及地扶持一些下苦的人 现蔡思泉有了这份心思 黄茂就说道 既然你想学 我就把你带在身边 等他日你学有所成 我也可以借你本钱 让你自己开店 蔡思泉听完此言 感激提灵 赶紧跪在地上磕了几个头 说道 多谢黄掌柜 以后我有发达之日 一定会报答你的 黄茂把她从底上拉起来 笑着说 我不求回报 到时候你也多帮助几个下苦人就好 蔡思泉连连点头 此时此刻她并没有多想 内心也是真的 感激黄茂给她这个机会 就算出去多长些见识 也是好的 就跟着黄茂南下了 一晃三年过去 蔡思泉真的一紧还向 她不仅带回了大量的货物 还带回了不少银票 蔡思泉租了门面 开启了第一家铺子 生意做得顺风顺水 她也没忘了自己的承诺 会经常帮助一些下苦的人 请他们给自己搬货 她很大方 不仅结算工钱 还会管吃管喝 下苦人对她非常感激 她在这些人的心里也留下了大善人的称号 都愿意到她的跟前找活干 蔡思泉成了广陵有头有脸有才的人物 很快大家都忘了她的过往 对现在的她又崇拜又羡慕 蔡思泉以前因为家境贫寒 许不起妻 后来跟着黄茂外出 居无定所 所以至今仍是单身一人 尽管她已经二世有六 但以她现在的条件和家事 依旧有很多富贵人家上门说亲 可蔡思泉并没有从那些富贵小姐中挑选妻子 她一一谢过媒婆的好意 继续截然一身的难来北往 这天 蔡思泉从蜀地犯货回来 途经一个小镇时 发现一群穿着破烂衣服的男子正在调戏一个面容葬屋的乞丐女子 女子一手紧握自己的衣襟 一手拿着一块石头 两只眼睛兴亮有身 瞪着面前的三四个男子毫无拘异 你们不要胡来 我天生神力 到时候伤到你们了 别怪我 几个男子听完他这话 哈哈大笑 其中有一个大个子男人 看着比自己矮一个头的女子 戏学道 就你还神力 我一只手就可以把你拎起来 说完就伸手过去抓女子的胳膊 想真的把她拎起来 女子也没有躲 借势一拽 反把男子带倒 摔了个大马趴 几个男子都没有想到 看着大个子男人狼狈的样子 他们想笑却笑不出来 对女子说的话有了几分相信 可他们怎么都不信 一个如此娇弱瘦小的女子 会是几个大男人的对手 其中一个男子 朝大家识眼色 很快几个男人会以朝女子扑了过去 扯头发的扯头发 扯衣服的扯衣服 躺在地上的大个子男人也不甘落后 双手紧紧抱住了女子的腿 女子虽有一股子满力 但双腿被人束缚 她只能飞舞着手中的石头 朝几个男人砸去 这更加激怒了这几个男人 原来只想吊戏一下她 现在却有了一种跟她拼命的冲动 手下也没了轻重 几个男人跟一个女子扭打在一起 以一敌似 女子很快败下阵来 不仅身上多处手伤 衣服也被扯烂了 蔡思全目睹整个事情的经过 觉得此女不可多得 决定帮她一把 她本就五大三促 走过去几下就把那些乞丐打跑了 她扶起地上的女子 把自己身上的大肠披在她身上 裹住她已经露出来不少的身体 女子朝她轻轻扶了一礼 不卑不亢地说道 小女子多谢公子大救 蔡思全这才认真打量起女子来 她脸上的藏污显然是自己涂上去的 应该是用来遮住她 叫好的容颜 方便在外面行走 她的双手很白皙 看起来不是吓哭人家的女子 而且从她失礼 道谢的语气和动作中 可以感受到她以前受过良好的教养 蔡思全开口道 举手之劳 姑娘不必挂心 看姑娘情形 应该是驾到中落 遇到什么难处了吧 她此话一出 女子瞬间红了眼眶 转身就想走 蔡思全也不知道是同情女子 还是心有怜惜 总之在女子准备离开的瞬间 她挡在了她的前面 她耐心说道 姑娘放心 我不是恶人 只是你现在这样离开 估计还会遇到难缠之人 不如姑娘跟我去处理一下伤口 换一套干净整齐的衣服 女子这才低头看自己身上破碎不堪的衣服 她有些难未情 可自己身无分文 行礼早被别人抢去了 如果拒绝她的帮助 接下来还不知道会遇到什么事 她抬头看向蔡思全 眼神复杂 说道 你就我会后悔的 蔡思全一笑 看向面前的弱女子 说道 你又不会吃我 有什么后悔的 女子没有在说话 而是跟着她去了最近的客栈 蔡思全吩咐小二请了大夫 自己还去成衣铺子里 给她买了一套新衣服 女子身上都是皮外伤 大夫很快就处理好了 他把自己清洗干净 换上蔡思全让人送来的衣服 居然不大不小 正好合身 女子看着水镜中的自己 居然有一沙的恍惚 感觉又回到了自己过去的岁月 她赶紧甩了甩头 打散了铜盆中的水箱 理了理自己的思绪 出门去给蔡思全道谢 不管对方出于什么目的 无论如何都是她救了自己 不仅给自己请了大夫 还给了自己一套可以出门的衣服 这次她没有做伪装 清秀的面庞 白皙粉嫩 一双大眼睛衬托着她的五官格外精致 见到蔡思全 她再次视力 脸上有盈盈笑意 轻起薄唇 小女子逐玉 多谢公子的帮扶之恩 蔡思全 想过女子好看 但她没想到这么好看 一时间盯着她愣了身 好半天都没有反应过来 竹语有些不自在 轻咳了两声 带着一丝笑皮说道 我尝得很难看吗 蔡思全自知诗理 赶紧收回自己的目光 脸上露出一丝尴尬的笑 解释道 姑娘说笑了 你这容颜还是隐藏起来好 否则真的容易招货 竹语知道自己冒昧 此次如果不是家中遭难 她又岂会在外面抛头露面 再次扶了扶身 浅笑道 多谢公子提醒 我会注意的 蔡思全现在没有在意自己的失礼 继续问道 姑娘想去哪里 如果方便 我可以用马车送你一程 竹语没有急着答话 而是沉思了片刻 才说道 我家中遭难 父母双亡 想去广陵县投亲 不知公子是否方便 蔡思全听说去广陵 顿时精神抖擞 笑容都张扬了不少 咱俩真是有缘 我是广陵人 此次正好进火回家 姑娘可与我同行 到了广陵 姑娘有什么事 我还可以帮上忙 竹语有些意外 但想到自己既然要找人 如果有熟人帮助 更加失半功倍 就直接答应下来 真是巧 这一路有公子照付 小女子自是少受很多罪 不给公子添麻烦就好 竹语说道 不麻烦 不麻烦 蔡思全显得答应了 心中莫名多历次高兴 一行人出发 蔡思全把马车让给了竹语 自己骑马随行在侧 路上有说有笑 日子过得比以往快多了 很快就到了广陵县 竹语失礼告辞 蔡思全多了几分不舍 从兜里拿出二辆银子 递过去说道 你要是找不到要找的人 到蔡府来找我 我会帮你的 你把这银子带在身上半身 以防不适之虚 竹语也不客气 出门在外 没有银子寸步难行 他也不想让自己过得太狼狈 他接过银子 倒完谢 又从地上抓了两把泥抹到脸上 才笑着离去 蔡思全现他粉嫩的小脸 瞬间变得脏兮兮的 心中有些难过 不由得感叹 这样的女子 确实应该养在深闺中 被人疼着 被人宠着 可惜了 两人分开后 开始个忙个的 蔡思全偶尔会想起竹语 不知道他有没有找到自己要找的人 这天 蔡思全又想起了竹语 下人就来报 公子 府里来了一位姑娘找您 蔡思全为之一正 姑娘 那肯定是竹语莫错 他顾不上想别的 直接迎了出去 果然是竹语 记忆天没见 他失去了往日的光彩 脸比原来更脏了 新买的衣服也破了好几个地方 见到他时 眼睛里蓄满了泪 一副委屈至极的表情 蔡思全想到他又受到了欺悟 心中也不爽 赶紧把他让进屋 让丫鬟打了水 伺候竹语洗漱更衣 竹语把自己收拾得跟原来一样 轻心一人后 才跟蔡思全讲起了这几天发生的事情 我投靠的那位亲戚搬到乡下去了 我又顺着地址找到乡下 可他们不愿意收留我 我只好再次返回县城 竹语一边不安地捏着衣袖 一边斜眼盯着蔡思全的反应 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果然蔡思全问了这句话 蔡思全话音刚落 竹语扑通一声 跪倒在他跟前 眼泪扑速扑速地往下掉 公子 我实在无处可去 不知公子是否可以留我当个下人 尽管以前我莫吃过苦 但我会努力学的 蔡思全根本没想到他会这样 赶紧把他从地上扶起来 说道 你不用这样委屈自己 我家不缺下人 但是缺一个 缺一个什么 竹语交集地问道 缺一个女主人 蔡思全话音出口 竹语闹了个大红脸 这段时间 两人相处下来 已经十分熟悉 蔡思全早已心意于他 这几天心里还在盘算 如果竹语不来找自己 自己该去什么地方找他 既然他直接找上门来 有无处可去 这就是老天成全他们 直接表白让他自己做选择也挺好 我俩都没有父母 自始没有父母之命 但我也一定不会委屈你 绝对也是三为六聘把你取进门 蔡思全继续说道 竹语沉思良久 缓缓开口道 我俩都是孤苦之人 小女子能得公子青睐 是我及时修来的福气 现在公子愿意以礼相待 小女子自是愿意的 得到竹语首肯 蔡思全很是激动 他找下人 收拾了最好的院子 安置竹语 又真的请了媒婆 准备了六礼 挑了吉日 吹吹打打的把竹语取进自己的房子 广陵街上的人 听说蔡思全放弃了很多门当户对的富贵人家 许了一个孤女为妻 对她又高看了几分 可接下来的日子 没有蔡思全想象中的幸福 不是逐于不贤惠能干 相反 他把家里上上下下打理得很好 只是自从成婚后 蔡思全的生意做得不那么顺风顺水 或不是被山匪抢劫 就是被水淹了 连续赔了好几次 这几年 攒下的家底都快赔光了 可竹语没有半句怨言 一直默默地安抚他 鼓励他 蔡思全觉得自己不努力 根本对不起竹语的一腔申请 于是他把能抵押的东西都抵押给钱庄 凑了一大笔钱 需数地进货 心里盘算着 这次一定要翻身 为了吸取前几次的教训 这次他改走水路 随身也只带了几个得力的下人 很低调地去进货 货源他轻车熟路 自时没有出什么意外 他雇了一艘大船 装了一满船货物 返回广陵 可船行至一半时 突然遇上暴风雨 船身太重 本来吃水就深 大雨落在船上 船眼里水面越来越近 船夫是一个有经验的老者 见着情况 他赶紧跟蔡思全说 东家 这大雨没有要停之时 如果向船上几十口子人活命 就必须把船上的货物抛掉一半 蔡思全听说要抛掉他的货物 直接跟船夫挤眼了 我雇你来是给我送货的 不是让你把我的货抛掉 这可是我全部的家产 没有这些货物以后 你让我怎么活 船夫献他要钱不要命 也非常不客气地说 眼前能不能活下去都不清楚 谁知道有没有以后 蔡思全一口气堵在嗓子眼 船夫说的道理他明白 可让他抛掉这些货物也是不可能的 留着货物还有可能等待雨停 可抛掉货物即使活着回去 未来也没有生路 他现在已经习惯了有钱人的日子 如果再回到码头去当教夫 还不如让他淹死在水里 船夫显得不听自己的话 心中很是无奈 只好到船舱掌舵 想听自己几十年的本事 尽可能地挽救船上的兄弟 可老天爷似乎并不怜悯他们 天根破了一个洞似的 大雨直接往船上倒 船舱里的水已经快跟水面一样平了 蔡思全带着几十个人不停地把船舱的水咬出去 可对于天上的大雨来说 他们所做的这一点 只是九牛一毛 根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船舱快跟水面持平了 河里的水马上就要倒灌进来 船上所有的人都慌了身 船夫不忍心 大家跟着蔡思全一起遇难 如果船沉下去 这磨大的雨 即使像他这种水性再好的老船员 想要生还难度也很大 他只好再次提醒蔡思全 东家 现在抛掉一些货物 还来得及 蔡思全看着满满一船舱的货 脸上也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 斟酌了一阵之后 才肯心道 把这机箱最重的货物扔了吧 大家听到这话 终于松了一口气 他们把船舱里最重的十来件货物 扔到了河里 蔡思全看着货物下水溅起的浪花 就感觉把自己的银子扔到了水里 心痛无比 可就算把这些货物扔掉 也没有解决问题 船舱里的水本来很深 加上不停的下雨 扔掉的货物重量又被雨水补上了 船舱依旧往下沉 蔡思全看着水位一点一点的上涨 此刻心在疼 也觉得命比前重要 只好让人继续扔货物 可是再是太迟了 船身重 又下雨 船行驶得太慢 他们要想平安到达下一个港口 还需要时间 不管他们扔掉多少货物 雨水很快就淹没了船舱 最后 所有的货物都扔掉了 船衣就面临住下沉的风险 蔡思全只好逼迫船上的人往水里跳 好给自己留一线生机 人一个一个的跳下去 最后只剩下蔡思全和老船夫 老船夫对他的怨念颇深 如果最初他就听自己的话 早点把最重的货物扔掉 船就可以跑快一点 也就不至于出现这种情况 他看着船舱内淹到自己小腿上的水 知道雨不停 这船就靠不了岸 可天黑压压的 大雨根本没有要停之时 他把舵交给蔡思全 说道 能不能活着就看你自己的命 我就不奉陪了 蔡思全嘴里的那句 我不会开船 你不能跳 还没有说出来 老船夫就设下了船 一头扎进了河里 听着光浪一声 浪花剑气三尺来高 整艘大船就剩下了蔡思全一人 他手掌着舵 可风雨太大 加上他不会开船 很快船就失去了控制 在风雨中自行漂泊 雨声淹没了蔡思全的乌夜声 横行直撞的船被浪打破了船板 河水灌进了船舱 大船一点一点的沉了下去 蔡思全被水一点一点的淹没 他的大脑失去了一时 迷迷糊糊中 他看到了竹鱼 竹鱼的笑容很明媚 不停的朝他招手 他刚想过去 竹鱼的脸却变成了血窟窿 两只眼睛流着血泪 嘴里不停的喊 你该死 你害得我家破人亡 你害死了我父母 蔡思全不寒而栗 想起了他几年前 跟黄茂南下的情景 随初 蔡思全确实很感激黄茂带他出去 可随着时间的流逝 蔡思全见识了更多的人和事 心境也发生了变化 他出去莫多长时间 就跟黄茂开口 想借五百两文银作为本钱 自己做生意 可黄茂认为他出来历练的时间太短 心性过于浮躁 就拒绝了他的要求 此后 蔡思全对黄茂的感激变成了愤恨 他认为黄茂压根没想过要真正的帮他 只想利用他当一个免费的劳动力 他表面上对黄茂依旧恭敬 但背后却能偷懒就偷懒 能不干活就不干活 总是偷奸耍花 黄茂自是感觉出了他的异样 任为年轻人闹脾气 过段时间就好 也没把这事情往心里去 还给他按照伙计的标准 每个月都给他利盈 蔡思全不仅不感激 也没有学会叫他失地 他认为自己的价值远远不止这点利盈 是黄茂为了留住他使出的计谋 他的心里更加失去平衡 在外面结交了许多狐朋狗友 学会了吃喝嫖赌 还在外面欠下了不少债 墨前的蔡思全把手伸向了皇家的货物 趁着黄茂对他的信任 他经常拿一些东西出去廉价减卖 黄茂本是精明之人 没过多长时间就发现了不对 拿到蔡思全变卖货物的证据之后 也没有把他送官还给了他一百两银子 让他自谋生路 有了银子的蔡思全没有去做生意 而是继继续逍遥自在的享受 一百两银子很快就用光了 又欠了不少外债 蔡思全本想离开怀远先 回老家谋生 谁知他还没走 就被几个债主围住 狠狠地揍了一堵 还放出话来 你要是不把债还清 跑到哪个地方 都把你的手脚剁掉 蔡思全害怕了 可他没有银子还债 自然而然就想到了黄帽 可他心里明白 黄帽既不会收留他 也不会再给他钱 于是他生出了歹心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 蔡思全拿着从黑市上买来的安神像 悄悄爬进了黄帽的家 他在这里住了三年 对着房子轻车熟路 他用施帕子捂住口币 点燃安神箱扔到了皇家三口人所住的内室 又朝下人房也扔了几置安神箱后 站在院子里数着时间等待 觉得时间差不多之后 他故意弄出了一些响声 确定没有人听见 他才大模大样地闯进了黄帽的房间 他知道黄帽放银票的地方 真把那些银票拿到自己手里时 他不敢相信事情就这样成了 他拿走了黄家所有的银票 还拿走了黄夫人和女儿黄如意的所有首饰 见到平日高高在上 根本不愿意多看他一眼的黄如意 蔡四泉扭曲的心里又在作祟 他如也寿般地玷污了黄如意 然后在内室放了一把火 大摇大摆地走出了黄家 蔡四泉典荡了所有的首饰 还清了债务后 大大方方地离开了还原县 而黄家一场大火化为灰烬 最后连下人都没有躲过 没有苦主状告 大家认为这是意外 也就没人追查此事 有了钱的蔡四泉 去蜀地进了大批的货物 返回了广陵县 终于过上了自己想过的日子 可能是因为内疚 也可能是因为害怕 从那以后他改了所有的恶习 多出行善 帮扶若小魏自己积德 为了不受制于别人 他不跟富贵人家打交道 也不娶富贵女 一门心思地过自己的日子 见到竹语那一刻 他有一点似曾相识的感觉 加上竹语品性很符合他的要求 所以他娶了这个孤女 他做梦都没有想到 自己所娶的孤女是黄茂的大女儿黄如月 是专门为他而来 黄如月三岁难年 黄茂救了一个受伤的老道士 老道士为了回报他 把黄如月带在身边 悉心教导 老道士本是世外高人 只因降妖夫膜时碰到了恶人身受重伤 在黄家养了一个多月才恢复 他见黄如月 根骨不错 指得黄家夫妇同意后 收其未徒 带入山中传授记忆 黄如月不负师父所望 用心苦练15年 葛仲法术都学会了 18岁一过 他就可以回归家中 跟父母团聚 过普通人的日子 可他回到家中时 皇家已经变成一片废墟 他左右打听才知道这些年发生的事情 更巧的事情 是他在当铺见到了他母亲的陪嫁侍女 戏问之下 才知道是父亲收留的蔡四泉所当 现成不大 黄如月很快了解清楚蔡四泉其人 他才顺着父亲经商的路查找他的下落 他假扮桃荒雨 引起蔡四泉的注意 利用自己的美貌刻意接近他 果然蔡四泉很吃这一套 当黄如月再次登门之时 就表明了自己的心计 黄如月成了蔡四泉的枕边人 对他的行踪了解得一清二楚 故意给他使了几次坏 就让他赔了很多钱 可这些远远不够 皇家十几口人的性命 让他死多少次都不够 看着蔡四泉倾尽所有财产 尽了一串祸事 他就打定主意让他葬身水底 当天气有变时 他利用自己所学的呼风唤雨之术把大船淹了 他刚开始也想 只要蔡四泉舍弃所有的货物 也许能保住他自己的命 可他贪财贪污 错过了最佳时间 最后连下人的生命都不顾 把他们一个一个的推入水中 这抹狠心的人把他留在世间 只能是祸害 黄如月没有犹豫 继续施法 直指蔡四泉沉入水中 才让他用幻想明白了自己的贪婪与过错 黄如月把船上的下人一一救起之后 回到了山中 大愁得报 余生他只想好好侍奉师父 邀请大家继续看下一个故事 民间故事 男子捡到木盒 无意中打开封纸 此后获得一段姻缘 长安城热闹的街道上 一个身穿青布衫的男子 急急而奔 穿过一条条巷子 来到一座老宅门口 男子不停地回头望住 并且面带慌张 似乎身后有人在跟着自己 碰碰碰 男子双手敲门 边敲边喊 周远 快开门 我有急事找你 他声音有点发颤 还带住一些哭腔 然而 他面前的门还莫打开 身后却传了一位女子的声音 怎么 你就这么怕我吗 我的手段 还很多没使出来呢 男子听后 灯石变得脸色煞白 僵硬地扭过头来 他看到身后三丈之外的地方 一个身姿曼妙 穿着一身月白长裙的女子正站在那里 准确地来说是飘在那里 因为那女子双足离得还有一尺高呢 女子献她被吓成这样 哥哥直笑 离她也越来越近 而此时 男子已经被吓得双腿发抖 他知道凭自己 跑不开身后的女子 便又转过身来 用力拍门 女子似乎有些玩弄的意思 来到她的身边之后 在她耳边吹住气说道 我又不会对你动手 何必这么怕我呢 男子听到此话 脸色更是变得惨白 他没有理会身旁的女子 一直不停地敲门 女子献她不理自己 便准备动手将她带回去 结果 手还莫碰到男子的衣领 此时 大门闪开一道缝隙 接着男子闪身躲了进去 而这时 大门也应声关上 怎么了 赵成 你怎么下成这样 周远 门外有个可怕的女鬼 她一直缠住我 你一定得帮帮我呀 这座府宅的主人名叫周远 她与赵成二人是多年的同窗好友 两人都是二十三岁 还没成家 周远听到好友的话 有些不太相信 这大白天的怎么会见到鬼呢 然而她还没开口说话 就见门缝里一阵黑烟 从外面飘了进来 接着在眼前凝聚成一个女子的身影 快跑呀 真的是鬼呀 周远下的转身就跑 而赵成也随后跟上 两人一直跑到一间小屋子里 关好门窗 心里才稍微缓和一下 赵成 你是怎么惹到她的 她来找你做什么 我也不知道呀 可能是昨日我去山上游玩 无意中捡到的一个盒子 上面有一张发黄的符纸 我没注意 将符纸给借下来了 你那叫莫助一 你分明是故意的吧 周远在心里暗骂她 为自己带来这么大的一个麻烦 不过再怎么说 赵成也是她的好友 所以她也不会坐视不管 看住她被那个女鬼所伤害 两人正在屋里商量住怎么办 要不要去玄虚寺请个道场过来 结果 此时一阵清脆的笑声 在两人耳边响起 你们躲在这儿 让奴家找得好辛苦 两人吓得大叫一声 瞬间从地上跳了起来 赵成十分害怕 一直躲在周远身后 而周远盯住眼前的女子 假装镇定地说道 这位姑娘 你就别拿我们寻开心了 你来此处是想要做什么 如果是为了我这位朋友而来 她有什么冒犯到姑娘的地方 那我代替她向姑娘赔个不是 周远态度认真 表情坚定 她认为眼前这个女子虽然可怕 但是对她们来说 似乎并没有什么危险 因为以这位女子的本领 若是想对她们二人动手 那么早就该动手了 而她也从赵成的话里得知 这女子从昨晚开始 就已经出现在她的身边 不过虽然她一直待在赵成身边 但并没有对她产生什么伤害 因此就只有一个解释 女子的目的并不是要嫁害她 女子在听到周远的话之后 假装生气 怒道 你敢这么对我说话 是觉得我不敢伤害你朋友 周远答道 并非不敢 而是不会 姑娘看起来秀丽端庄 怎么看都不像是那众随意伤人的人 她这话把女子都笑了 只见女子笑得前仰后合 过后才说道 算你识趣 之后 她与赵成坐下来 面对着女子 问她来这儿的目的 只听女子说道 奴家名唤杜秋情 如今跟着赵公子 是想报答她的恩情 原来杜秋情是蒲州人 十几年前 在一场生意途中 不幸遇到变故 她没能保住性命 所以就成了如今这副样子 至于她为何会在山上 听说是在深谷之后 遇到一位黑衣道人 那黑衣道人 不知用了什么法子 将她收下 希望她以后能留在身边服侍 而杜秋情百般不顺从 天天与那黑衣道人斗气 最后那人生气 就将她封印住 随后丢弃在山上 如此 杜秋情过了十几年 不见天日的生活 直到前些日子 这里下了几场大雨 盒子被雨水冲刷出来 这才被上山的赵成发现 算起来 赵成算是她的恩人 而她出来之后 也没个地方栖身 因此就一直跟随在赵成身边 赵成在听到杜秋情的话之后 脸色古怪 愤愤地对她说道 你既然是为了报恩 为何又三番五次地吓我 杜秋情嘟住嘴道 还不是因为你胆小 陷了我就跑 我连跟你说话的机会都没有 赵成被她说是胆小 本来正要生气 又想到她不是一般人 只好小声嘀咕鸡剧 而杜秋情见她这样 更是拿她出来取笑 周远先两人差点就要吵起来 她怕好有吃亏 连忙制止住二人 让他们保持安静 过后 她又向杜秋情问道 杜姑娘接下来有何打算 杜秋情轻叹一声 说道能有什么打算 我又没地方去 只能娶她家住几日 赵成当即不乐意 说道你这样子 不把别人吓到才怪 我上有父母 下有妹妹 可不能让你跟着我回去 杜秋情听后 紧闭嘴唇 双眼泛红 故意装作很伤心 她好不容易出来 却没人肯收留她 还要赶她走 能不让她伤心吗 周远不忍心看她这样 只好出声说道 赵兄家里血石多有不便 你不如就留在寒舍算了 放住这偌大的宅子 救我一个人住 因此倒也方便 杜秋情顿时不哭了 喜出望外地看住周远 说道 此话当真 既然如此 那奴家就承蒙观照了 只见她欢喜地在房间里跳来跳去 一会忽然出现在赵承身后 吓一吓她 一会又搂住周远的胳膊 似乎是在感谢她的收留 就这样 直到黄昏时刻 赵承离开了周府 而杜秋情便留在了这里 此后一连几日 杜秋情都住在这 而周远本意是收留她几日 却没想到 她为自己带来一桩麻烦 自从杜秋情来了之后 周远的日子 过得一点也不无聊 杜秋情开朗又活泼 话还特别多 常常缠在周远身边 问这问哪的 而周远每次都耐住性子跟她解释 最后也不知道 她到底明白没有 周大哥 你的厨艺是跟谁学的呀 为食膜做的这么难吃 你不用出去挣银子吗 你的花销都从哪里来的 怎么都不见你出过门 周远是个书生 之所以住进这里 就是想找个辟静的地方 安心读书 可自从杜秋情来到之后 这里便不再安静了 好在她白天大部分时间都在沉睡 所以周远可以趁着她沉睡的时间里多读书 当她睡醒之后 陪着她聊上机具 周远也曾问过她 人死后都会变成你这样吗 杜秋情答道 当然不会 我父亲她 我就从来没见到过 那为食膜杜姑娘会成为这样 或许是因为我年纪轻 又长得好看吧 周远忍不住鄙夷 这个理由一点都不能让人信服 不过 杜秋情似乎对此深信不疑 两人经常会这样聊天 而杜秋情似乎也喜欢跟她待在一起 就这样过了末多久 赵成又过来找她 不过这次 赵成一脸贼兮兮的 将她拉到角落里才开口 周远听后 看住一旁正在逗猫的杜秋情 问道 杜姑娘怎么办 赵成悄悄回道 这次去的地方特殊 我们偷溜出去 不带住她 看住好有神神秘秘的样子 周远也不知道 她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就被她拽住 悄悄从后院溜了出去 赵成转身 现度秋情没有在身后跟着 心里特别开心 两人穿过大街小巷 来到了长安城内最热闹的地方 萧香楼 才刚到这附近 就有一阵酒气和烟脂味 普遍而来 他们是这里的常客 因此并不陌生 只是不知道 赵成为什么突然带她来这 莫不是想要听曲啦 赵成在她耳边悄悄说道 最近阁里新来一位姑娘 名叫杜密尔 弹的一首好曲 所以带你来欣赏一番 周远也莫多想 两人走进了萧香楼里面 说明来一之后 就被几位姑娘带到一处更为热闹的地方 这里早就有许多人等候 且大多都是像他们这般年纪的书生 美人面前摆住一个木桌 上面放些清凉解渴的水果 当然 还有一壶美酒 而身旁的姑娘们 不停地为他们针酒 似乎是想让他们喝醉 然而 男子们也不傻 酒喝得很少 多数人都眼巴巴地望住二楼 其中一些 更是早就站起身来等候 为的就是能早一眼 见到二楼的美人 周元与赵成也走到一处桌前坐下 两人聊起这些天长安城内发生的事情 不多会 只听一声锣鼓响起 一位身穿红衣 身姿绰约的女子 从楼上缓缓下来 他见到这魔多人在场 也不紧张 缓缓朝中人行了一礼 接着来到自己的位置上 开始轻轻抚擒 赵成扯了扯周元的袖口 说道 这位就是杜蜜 可受欢迎了 周元看住不远处的那位姑娘 见她杨柳公美 朱唇粉面 确实是一个美人 可若是只凭容貌 就能吸引这魔多人客 恐怕也不是那么容易 果然 一曲谈尽之后 周元才发现杜蜜儿的厉害之处 她的琴声 彭扶留在了这阁楼中一样 让人久久未能回过身来 接下来 杜蜜儿又谈了一曲 然而这次 就连赵成也吓得睁大了眼睛 因为两人看到 原本应该待在家里的杜秋情 此时 竟然就站在杜姑娘的身边 周元吓了一跳 怕她会吓到众人 可众人彭扶都被杜蜜儿的琴声吸引 目光皆不在杜秋情身上 正当周元想示意她回来的时候 杜秋情一直看着 正在身边弹琴的姑娘 果竟然在她身边舞了起来 周元并不知道杜秋情会跳舞 没想到的是 她的舞姿更是不输给杜蜜儿的琴声 可她发现 众人都毫无反应 这才知道 原来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看见她 周元回头看了好友一眼 发现她眼睛都看直了 不禁在她后背敲了一下 而照成这才回过身来 周兄 早知道杜姑娘这般会跳舞 我当日就该带她离开 你就不怕她半夜又吓你 两人嘀咕鸡聚 又过了一会 此时琴声已经停下 而杜秋情也来到了两人身边 周元低声问道 你不是待在家吗 是怎么找来这的 杜秋情轻哼一声 你们从后院偷溜出去时 我就看到了 是你们一直没发现我而已 此时 周围众人争先鼓掌 杜姑娘弹得真好听 不愧是有名的才女 而杜敏儿又向众人道了声谢 才上了二楼 接下来就是一些普通的表演 和刑酒令这些 周元与赵成二人对这些不感兴趣 就想要离开了 结果杜秋情却不愿走 还说他想献一献刚刚那位弹琴的姑娘 赵成当即说道 人家杜姑娘身价这么高 想献她的人都还排出队呢 其实我们相见就能献的 再说了 你现在可以来去自如 又不会被人发现 自己悄悄去献不就得了 我们俩在这儿等你 你快过去吧 杜秋情却低声说道 我我怕吓到她 想让你们陪住我 周元献她这样 心中猜测杜秋情献她可能是有什么事 因此 她找到杜敏儿身边的侍女 交了银子之后 带着赵成与杜秋情一起上了二楼 杜敏儿的房间很前景 还带着一丝淡淡的邮箱 此时她正站在桌前 招待两人入座 身边的侍女忙着端茶倒睡 周元坐下来之后 看了看屋里的侍女 朝着杜敏儿问道 杜姑娘 我有要事想跟你说 能不能让你这位侍女 先出去一下 杜敏儿一脸一变 轻声说道 光子 这校香楼的规矩你也知道 奴家可不能单独与你待在一个房间 免得让人说些闲话 赵成在一旁连忙插了一嘴 我不是也在这里 我不是也在这里 怎么是单独与她待在一起 杜敏儿又说道 那就更是不能了 周元瞪了赵成一眼 过后再三与杜敏儿求情 最后她才答应 让侍女站到门外去 若是听到屋内有动静 才许她进来 等到那个使女走后 周元对杜敏儿说道 杜姑娘 你别害怕 接下来给你献一个人 杜敏儿一脸疑惑 这里还有其他人吗 然而她话音刚落 身边就出现一个身影 最后身影逐渐清晰 杜秋勤出现在她的面前 啊 杜敏儿吓得惊呼一声 门外的侍女听到屋内的动静 急着想要推门进来 而杜敏儿连忙出声制止 说屋内漠视 让她守在外面就好 杜秋勤一向爱说 此时见到杜敏儿 却不知道该说什么 倒是杜敏儿先开口 问道 是小晴儿 杜秋勤点了点头 喊了声 姐姐 之后 二人含泪相拥在一起 周远和赵成有些纳闷了 虽然两人确实都姓杜 可杜秋勤不是说她家远在浦州 怎么会与长安城的杜姑娘是姐妹呢 后来 两人才终于得知 原来杜敏儿确实是浦州来的 而她从浦州来的目的也并不简单 杜秋勤与父亲深顾之后 杜家就从此衰落下 而娘亲也因忧心成疾 今年前辞世而去 只留下杜敏儿孤身一人 然而在半年前 几个贼人趁着夜里闯入渡府 想要图谋不轨 而他因提早发现 所以躲起来逃过一劫 也正是从这几个贼人口中 听到当年那件事情的秘密 加害父亲的仇人 可能就在浦州 为此 他便卖了府宅 带住银子来到了浦州 并且化名成杜敏儿 进入到肖乡阁里 也凭借着一首好情谊 因此而出名 杜秋勤听到杜敏儿的经历之后 对姐姐更是佩服 也心疼她吃了这么多苦 之后又问到 姐姐可曾查到当年之事 是谁做的 杜敏儿借口支开门口的侍女 悄悄对她说道 我查到此人正是父亲以前的好友 如今长安城的潘远外 潘远外 我听人说过 他为人一向不错呀 赵承听后忍不住说道 杜敏儿哼了一声 说道 此人数年之前是一个乞丐 后来的人帮助 才渐渐做起了生意 也因此与父亲相识 只是她贪婪无度 妄想住能够吞下度假多年的经营 才弄出这场事故来 此后又因得罪了人 邪家带口地逃到这儿 没想到竟然让她当起了园外 赵承听到之后 气得直骂潘园外这只老狐狸 藏得够深 过后又问杜敏儿打算怎么办 杜敏儿说道 只等到潘远外过来 我便掏出匕首刺伤她 最后再次决算了 众人他这么说 琪琪出声阻止 杜秋勤更是说潘远外的事情 交给她即可 姐姐只要平安无事就好 就这样 众人结束了商谈 赵承回了自己家 而周远带着杜秋勤回了周府 晚上是 她本来想找杜秋勤商一些事情 却见家里怎么也找不到她 周远心想坏了 她可能是去潘府了 因怕她惹出事来 就急忙向着潘府跑去 结果到了潘府之后 她才看到 潘府后院里一片火光 而杜秋勤此时正从潘府院里走了出来 次日她才得到消息 潘远外已经葬身在火海 至于潘府的其他人 竟然全都漠视 众人都说这场大火奇怪 但也不知道原因为何 周远又带着她来见杜蜜儿 杜秋勤见到姐姐后就说道 潘远外禁不住下 我才刚扮鬼来吓她 她就全都招了 后来她又想逃 结果不小心打翻了灯油 自己摔在桌腿上昏了过去 这可不关我的事 周远忍不住吊砍道 你还用得啄扮鬼 你本来就是 杜秋勤却说道 潘远外若是心里没鬼 又何必这么怕我 跟你那好兄弟现了我一样 改日我也要再去吓一下她 看看能下出师魔来 周远听了此话 也不禁好奇起来 怀疑赵成是不是也做过什么亏心事 而远在府内的赵成 此时忍不住打了几个喷嚏 而杜秘尔听说自己大仇得报 不禁欢喜地抱住妹妹 两人又是一番长谈 后来临走之时 杜秋勤就劝她不要待在这儿了 让她搬出去 与自己同住 而杜秘尔之所以留在这里 其实就是为了打探消息 如今仇人都不在了 她留在这儿也没失磨意义了 因此她与萧香楼的楼主商谈之后 便离开了这里 偶尔只是弹琴诗会过来 至于杜秘尔这个名字 她也还一直用住 再到后来 杜秋勤的一位高人指 随她到一处山上修炼 临走之前 将姐姐托付给周远照顾 而周远与杜秘尔两人性格相投 又长期住在一起 日久生情 互相有了好感 后来便结为夫妻 从此恩爱有加 过上了幸福美满的日子 声明 本故事为虚构民间小故事 多来自于方间奇闻 传说 智怪小说 戏曲 传奇等 作者本意 是为了传承中国民间古文化 切勿相信真实性 也不要封建迷信 文中图片均来源于网路 如有版权问提醒联系作者删除 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您看我的故事 您在下方留言 记得要订阅加分享 谢谢你已经看 下期您视频见 再见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